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晚上10点左右 一名保安正在市场内巡查 就在他快走到路边一辆货车附近时 前方路口出现了一辆越野车 可这辆车刚转过弯来 便突然失控加速 将保安撞倒 并推行一段距离后 将保安卡在了越野车和货车之间 事故发生后 市场内的其他工作人员立即跑了过来 由于货车拖了一车钢材 保安卡在了钢材上 伤势比较严重 见此情况 肇事驾驶人一边拨打报警电话 一边寻求他人帮助 此时市场内一位工作人员 开来了私家车 大家将受伤保安点上车 送往医院救治 随后贵阳市交警医大队的民警 但到了现场 厂勘查和对驾驶人的询问后 民警发现 这起事故还另有原因 据他昨夜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他就低头寻找东西 警察看监控发现 事故发生前 转弯处的墙角位置 探出了一个人影 当越野车转弯时 正是这个角落处弹出了一个物体 飞进了越野车内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